185 香港相報 投身老年醫學幾十年如一日良萬福退而不休 2015年7月27日相報人物A11眾所周知 本港現時65歲或以上的人口接近百分之十五 2021年將升至百分之十九 香港社會在面對人口高齡化的來臨 由政府到民間 都作好準備了嘛 香港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醫生接受本部訪問時指出 政府必須及早作出全盤規劃 以免錯殺先機 令日後人口老化問題造成社會困擾 他在大學時代已立志要入老人科 畢業後一竿三十多過春秋 如今退而不休 繼續參與老年醫學事務 他強調長者要預防性於治療 若能多做無養運動 提升肌肉強度 支撐骨格 便能維持健康活力 香港相報記者來自香港時 亞洲首創以老人科為專科的城市 馬加利醫院於1975年首創此科 成為香港第一間老人科日間醫院 童年基督教聯合醫院設立了老人福康病房 1978年明愛醫院設立第二個老人醫學部門 港大中大醫學院亦相繼加入老人科醫學 1979年 梁萬福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系 在大學時代當義工為長者服務 深感老人科服務嚴重不足 令他立志要入此科 1981年他進入瑪麗醫院行醫 1986年轉聯合醫院任職老人科高級醫生 80年代末 香港半數醫院都設有老人科 到90年代中 老人科與內科合並 發展更加迅速 預長者預防勝於治療老年人對醫療未來的挑戰 將遠遠大過過往的20年 但梁萬福醫生不認為長者人口增長會增加社會負擔 指示長者活到較大的年齡 需要使用較多的醫療服務 他解釋 香港老人科事後醫療 H症、中風、認知障礙症、拍甘信症 呼吸系統等長期疾病 疊到的預防及治療 開展全面性社區老人評估 提升安老服務質素 老年人的各種老化病症 除了影響身體機能及運動功能 還會影響其日常治理的能力 需要合理的健康檢查 以及家人支援方面的根進 從預防、治療、復康、到家居支援 構成了本港老人科的一大特點 梁萬福推崇預防勝於治療 因為盡最大的努力去減少長者入住老人院的可能 實在是一舉多得 既提高老人自我照顧的能力 又減少家人壓力 更能讓有限的院舍縮委騰出級與更有需要的人士 長者晚年保持健康能減少發病 也減少醫院負擔 最近社會亦以安老養老話題 如何讓老年人安享晚年成為全民關主焦點 梁萬福指出 現時約有5%的老年人需要家人的長期照顧 有必要降低這一比率 但提高老年人的治理能力 需要全社會的長期規劃 他極力主張健康的長者重新投身社會 投身工作不但能減少入住老人院的可能 還可為企業帶來效益 為社會創造價值 僱主應提供適合老年人的工種 增加老年人就業之餘 還能減少經營成本 增加社會資源的利用率 然而現時勞工保險是他保年長的勞工 導致有些僱主不願意聘請長者僱員 他建議政府可准許部分保險公司 執行長者勞工保險項目 寄託展身的業務外 更有助釋放社會的勞動力 增加就業 我並不認為這會為社會帶來負擔 相反 當更多老年人有能力從頭社會工作 創造財富 活出精彩人生 反而減少領取綜援的可能 減少社會的負擔 支持政府推全民退保量萬福十分 支持政府推出全民退休保障 讓大家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讓社會不致出現分化問題 全民退休保險覆蓋免廣 看次會加大整體財政支出 但均衡的分佈同時也將減少老年人領取綜援的可能 政府可以以各種不同方法管理財政 均衡地分佈社會資源 減少老齡貧困 現時政府資助的供應安老縮位 只佔總數的2.6% 他建議政府把資助住院縮位至少提升至3.5% 可以考慮增加3至6個月的短期縮位 為病人在入住期間提供最優質高效的服務 盡可能讓老年人從回家中享受溫亂 這不僅能為病人節省時間金錢 更能增加縮位的利用率 對於私家老人員的營運 他認為政府應該支持商家投資安老服務 希望在經營安老縣上可以有地積比率的放寬 在地價上增加吸引力 當然在其營運時要嚴格監管 要有質量保證 建立良好口碑 長策看老特良性循環提高勞工服務水平 也是安老服務業界的一個重要環節 因為住院長者的喜居飲食大多需要專人護理 大難勞院中護理員 保健員等前先人手稱王筆折 面臨斷層 現職員工平均年齡超過50歲 需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行業 護理照顧行業需要專業技能 時間及耐心 我希望企業能培養精英 增加起身點 提供晉升機制 讓人才看到行業前景 吸引更多人投身此行業 以保證優質服務為想 它總結到 長遠的看老問題 需要政府、社會、專業人士及企業的全面配合 作為一個長期計劃去運作 最終達至良性循環